了 了 不是 你说 这 这 这个不官宣的意思是不是就 不能牵手 不能 也不是 就是在学校不能光明正大的 但是私下都没事 你不说话我当你默认了 不是 那这总得有个期限吧 不能一直这样啊 不会的 他就是刚失恋 过一阵就好了 到时候我们才官宣 放心吧 不会让你得太久的 拜拜 你星期三怎么没排课呀 准备休息一天 能休息就好了 我爸给我找了个律所去实习 说什么理论要结合实践 我每周要抽出一天空去打卡上班 天哪 我们才大一 你要不要这么拼啊 我也不想去 可是我爸非得让我去 那我就去了 就当打工装要快吧 你呢 可选好吧 还没有 反正时间还多 我得先把我重要的事情给搞完 你真的要把文文的事发上网啊 当然了 文文回家的时候 我已经经过他的统一了 我就是要在网上曝光这些渣男的套路 让姐妹们以后都能擦亮眼睛免受土 这不太好吧 万一事儿闹大了怎么办 放心吧 我这里用的都是化名 回头呢 我再跟林玉京取取经 加点审券的料进去 这样就更没有人知道我在写谁了 林玉京怎么还不回来啊 她最近老不在宿舍 没有灵感 这环境也太重要了 我这第一次干正事 干出一种偷心摸狗的感觉 学校图书馆还挺好的 要不咱回去 别 咱们现在还是地下练阶段 就在这儿吧 四传四传 你选这么快 盲选啊 没有啊 我都扫了一遍 那公开课选什么呀 不行 随你 随我 那我可要选茶花 茶艺 珠宝奸赏啊 你真选啊 你不再考虑考虑 没事 我都能选啊 我都能选啊 还有设计呢 我想试试 你之前不是学过设计吗 你要不要试试 寺文 我选篮球吧 篮球也挺适合你的 游戏味挺大的 要不然咱先逃这 lace 玩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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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用料新鲜 老板手艺了得 每根串都是外交罹难的 你看 简直 怎么 观看人书就零带了 你能不能当个人 我刚才直播的时候没人气 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还在这儿笑话我 什么时候变这么玻璃心了 不是我玻璃心 就是 是我实在太惨了 我记得你英语司机也没播放 再考了呗 我现在再搭啊 行了 别卖惨了 英语我帮不了你 但是账号我能帮你看看这样办法 这套短视频播完俩还可以啊 那张视频是我之前录的时候 不小心把卷页录上了 这么晚还出来 还不是因为它 非说夜宵餐店不需要 不需要 借过一个观照里面 这家店味道不错 要不尝点 还是啤酒吧 我去给你拿 烧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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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 来 来 吃 静怡 吃 给 你的 怎么了 有心事 被猫挠了一场 猫 干啥呢 他不是挺乖的吗 怎么还会去挠人啊 这宠物吧 就跟人一样 知道自己特别了 就学会视宠而教了 那也只能惯着他 毕竟是自己选的 还能怎么办呢 也对 那也得惯着他 来 来 来 我学长 这么晚有事吗 师妹 我 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六月的那个刺激考试没考过 老实说要是十二月再考不过的话 寒假的时间课就参加不了了 这么严格啊 可不是吗 真没想到上了大学过后 还要被英语统治 不过我听说你高考的英语成绩特别好 所以我想请你能不能帮我补习一下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自己还没过资金呢 我得研究一下 这样行吗 正好过两天我去你们大学城 到时候我找你去 好好好 那我等你 好 好 拜拜 这是一套真题 你先坐一下 我看看你的水平 这样后面不可以有针对性 好 喂 勋爷爷 你怎么被人挂818了 什么818 就是咱普城高校的八卦铁川区 刚刚发你的那片帖子就在里面 帖主造谣你屎乱中气 里面写的你初恋 你怎么看见李玉京啊 这不纯胡扯淡了吗 娟爷 好 看来恋爱还是不能太低调 让谣言有了可乘之机 既然是谣言那就不重要了 真想你吃我吃就行了 真想你吃我吃就行了 怎么跟他说呀 不知道啊 你回来了 你赶快收拾收拾 今晚吉他社在海边 有一个招新联谊晚会 咱们一块去参加吧 联谊晚会 你不是说靠近男人会变得不幸吗 那我昨天还是说忘掉渣男最好的办法 就是遇到你的真名天子呢 我有点累不想动 你们去吧 好好玩 林玉京 这个视频你必须看一下 对 你必须得看 好 我觉得这视频 拍得 有点抖 林玉京 你给我醒醒 这是重点吗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弹幕 他这是要划空去开屏啊 林玉京 这个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必须给我支论起来 你要是输给他我会生气的 哎呀 玉京 林玉京 你就当时备备我去 行不行 就求求你了 行 那我们就去 今天我要拼上 我美妆小能手的名誉 给你画一个最漂亮的妆 闪耀全场 换完我们就发朋友圈 对 发朋友圈 来 哎哎哎哎哎哎哎 真的不用啊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哎哎我天生力 这一点 这个怎么想起来 太夸张了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太夸张了 哇 哇 真好喝啊 来 那我快点上哥哥 我快走 我快走 这儿真挺美的 玉京 嗯 你来都来了 庄业都给我装客气点 嗯 走 走 担当我们 这位 那我 那我也来我也来 玉京表情表情 三 二 一 开 好好好 换个动作 再来一个 三 二 一 开 谢谢啊 哎同学 你是来报名招新的吗 我 啊 要不加个微信 我是这里的社长 给你介绍这条情况 微信就不用了 我 好 哦 好 好了 待会表演马上就开始了 记得一定要来啊 好 谢谢啊 咱们也去开展出吧 走 好 丁玉京 你快点啊 哦 在干嘛呢 女朋友 我再来图书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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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一个了 好 看啊 哦 遇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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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在你 擦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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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擦 来 擦擦擦擦 擦擦擦擦 你把她拉出来干吗呀 不拉出来怎么让她看见啊 高颖 在一切 在一切 娟严 你看到顾夏的朋友圈吗 她和凌云青去联谊了 娟严 你等着 我这就把这个消息发到 那个胡说八道的帖子里 去给你平放 别了啊 我怕你给我越描越黑 联谊什么的听起来挺有趣的 要不我们也过去诊诊 联谊什么的重要吗 老何你有没有搞清楚 现在事态紧急 没什么大不了的 散了散了 刚才的演出炸不炸 炸 加入我们吉他社的话 明年在这的说不定就是你们了 是 有点假的 不信吗 加入 不信 不是 不信的话 有没有人想上来当一次主唱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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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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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手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见面了 来手 来手 唱一首 姐姐妹妹们站起来 拽什么男人 放松 你想唱什么 我们都能够我屁股的 我唱歌不太好听 要不还是算了吧 加油 加油 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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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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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再来集吧 啊 哦 可以 可以 唱 挺厉害的吗 唱着 你看今天他唱什么 不知道唱什么 太阳还没升起 我奔奔上等到海里去寻觅 只找到了星星 鲸鱼藏在海底 只在黑夜里偷偷露出围棋 鲸鱼藏在海底 I've been daydreaming All the stars will be shining In destiny In the night 在每小情况之际 使着有光刻的一颗 其次延长,似乎的秘密 Oh!小人照片楼墨 常在我们回忆里 看那些场景 极透时光明 大浪还没生气 我点到山点到海里去寻 只找到星星 做个日梦又给你 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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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呀 我第一次知道 我们浦大的图书馆搬到沙滩上来了 你看 文案有点夸张了 视频还不错 是挺不错的 你看看 这打扮得多漂亮啊 也不见你见男朋友的时候 这么用心哪 那我是向某人看齐啊 某些人在网上的视频也挺帅的 嗯 我要是不跟他们来 这视频就得被小蘑菇传到论坛上了 还得等多久啊 等不了吧 快了 我看文文今天没那么低落了 这别人不知道啊 都以为你担任的 我今天可是看到一堆人围着你转啊 嗯 你笑什么 我笑 笑我男朋友吃醋的时候 还有点可爱 多虑了 你没看围着我的都是女孩吗 那女孩那也不行啊 好 好 我先去找他们了 等他们走了我再来找你 嗯 看什么 他们都走了 嗯 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 才把他们混回去 嗯 但我是第一次知道 你还会弹吉他呢 小时候学打 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学小提琴 我偏要学吉他 结果隔壁正好有个吉他包 我就去了 嗯 吉他课上的小孩都挺有意思的 其实他们好多人 都不是为了真的学吉他 嗯 竟然想耍谁呢 其实挺简单的 教你两招 行啊 嗯 其实一开始呢 学一些简单的和弦 就能唱歌了 嗯 你先嗓嗓试试 你有什么想学的歌 我想学你今天唱那个 行 那也是四个课前 嗯 然后你手这样 然后扫一下 对 两下行吗 也行 来了 太阳还没升起 我便到山顶的海里 只是你 只找到了四季 鸡藏在海底 只在河里偷偷露出灰气 你怎么会唱啊 这是你写我的呀 继续 嗯 来呗 我一直在想想 每天都会在海里 都会在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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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我们回忆的那些场景 尽头虚光明 太阳还没升起 我便到山顶的海里去寻觅 只找到星星 做个败而忘了给你 你一起这么早啊 我爸让我去实习 为这事给我说了好多遍了 林雨菁 你跟沈娟发展到哪一步了 说来听听 没到哪一步 就中长杯 不是 你这恋爱谈的 我都比你着急 你要是不会谈的话 你下来我给你吃两招 小蘑菇 他俩都那么熟了 你别瞎操心 不是 这不使劲怎么能谈好恋爱呢 你有没有看过偶像剧里面那些 霸道总裁 爱上实习秘书 靠的不还是中国人 你呢 就是被那些玛丽苏荼毒了 办公室已经够累了 哪有时间谈恋爱 这单身男女朝夕相处 产生感情那是很正常的 哎 刚好今天你要去实习 要不你亲身感受一下 身体力行 我们法律人呢 最重要的是专业 懂不懂 办公室恋爱是绝对不行的 你几点上班啊 还来不来得起啊 哎 我真该走了 一会儿迟到了 拜拜 走了啊 你 给我顺利 你呀你你 再睡会儿 你起来跟我谈恋爱 我叫容怀 是你们这学期的设计课老师 我知道 你们很多人选这门课 完全是出于好奇 但只要站在这里 叫全神灌注 遵从指令 准头是练出来的 我也不废话了 你们直接上手练 根据刚刚的报数 找到自己的位置 好 好 好 怎么了这是 受打击了 上了周周一堂课 一枪都没打住 没事啊 这不才第一节课吗 多练习练习就行了 是得练的 要不然我极客都费劲了 你不是打挺好的吗 咱们找机会 却能祈求他 你教教我呗 行啊 我考虑一下吧 你还有考虑啊 师兄 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到省队就得知你退出了 怎么练习都练习不到你 我以为你去别的队了 怎么都打听不到你 我不练设计了 我不练设计了 为什么不练了 你当初明明练得那么好 师兄 你知道吗 我当初就是因为你才练的设计 你不练了 你不练了我 我已经放下了 你加油 你加油 走吧 走吧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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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你们 不想多就能行吗 我现在能行吗 我听后就能行吗 我这样显示 我已经出现了 你这么多管 哎呀 我怎么忘记带卡了呀 可不可以帮我刷一下七楼呀 就是七楼的精巧律所 在这个楼里上班应该都知道的 我委托人在上面等我救命呢 谢谢啊 你爸新衣不求人 为了你的事啊 而我打了好多电话 我给你安排的副律师啊 是咱们工期里最优秀的 你跟着他好好学 谢谢石叔叔 金正 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顾下 以后啊 你就带着他 多教教他 行 那行 那我先走 我先走 副律师 对不起啊 我出入职场没经验 早上碰到早高峰 又回来接我的人错过了 我又着急 我 行了 说多了都是借口 行来律所工作 诚实守约是最基本的原则 还有你刚上大一 你 专业知识不够 社会经历也没有 直接来实习 是什么都学不到的 而且 你律所 学校两头跑 这没什么意义 专业是学习 但是时间也是啊 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才来向您请教 沈律师跟我说 您是同期里面最优秀的律师 我相信民事处高徒 以后就请您多多指教啊 那你先去人事处 把实际手续办了 嗯 都没吃饭了 手抖得跟筛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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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你不用训练吗 来这干吗 我们曼神那边 于教练让休息三十分钟 教练 我昨天见到沈卷师兄了 他考上普大了 当初 是徐教练亲手培养的师兄 他本来可以去青凹队的 你有着功不寻思别人 不如去草场 跑一圈练的体能 教练 我这不是着急吗 再补出成绩 下个学年 学校的拨款就要减败 现在没有谁 比沈卷师兄更合适了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提高好自己练好成绩 才是最重要的 知道吗 可我还是想劝劝师兄 他有设计天赋 也有过很好的设计成绩 现在放弃 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感觉到 谁能回来 又怎么交给你 他自己也没必须 他最好 你不再加朋友了 你能不设计 你能然不认识 你这就是 哪有个人 你不认识 你家人 他有个不认识 填好了 身份证给我一下 好 不好意思啊 我身份证忘带了 没事 下次带来就行 我等会儿先给你安排个工位 谢谢 来 这儿就是你的工位了 谢谢啊 是 我有人想弄它 我今天想弄它 哇 嗯 有了 不是 我们现在来搬植 我们下 DM 对 我们下 bits 就不 enfin 我们下宫 我们下云 好 我 这 很安 。 进 谢谢 有什么我可以现在做的吗 女工牌呢 入职手续还没办好啊 我今天身份证忘带了 入职手续还没办好 就不是做理的员工 我没办法给你安排工作 与其在这儿干坐一天 还不如趁早回去呢 可是人事那边她说 你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把门给我带上 谢谢 小林 江湖就急 我身份证忘带了 可以帮我闪送一下吗 地址发我吧 好 谢谢啊 待会儿一起去吃饭 好啊 下课等我一下 我过去找你 傅律师 现在可以给我安排工作了吧 行 那你把这个集体诉讼案 分装一下 今天快递给所有当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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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们聊聊 师兄 我知道 现在问你当初为什么走 你也不能告诉我 我就不问了 我只想你们回来 明年三月份 就要举办全国大运会了 师兄 现在回来继续训练 还来得及 容怀 我已经走了四年了 你知道四年 对于一个运动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你不用担心这个 省队的薛师兄 中途也放弃过射击 后来训练了两年 前年就在全省运动会 拿了奖牌 奖牌对于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我不甘心 师兄 你明明有天赋 也有机会 你有能力 站在赛场的巅峰 怎么能走到半山以后 就放弃了 容怀 那上面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现在只能被压在山顶 师兄 你等等 你还记得吗 这是当初我们队的助理教练 雷教练 现在是普达的主教练 你现在去问问他 应该还有机会的 应该还有机会的 师兄 你再考虑好不好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就不要再听了 走 走吧 刚刚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接触了设计 我认识了容怀 他比我小两岁 我们分在一个宿舍 白天的训练都挺辛苦的 晚上一回去啊 他就躲在被子里边哭 他每天晚上都朝着我睡不着 我就把被子一给他掀开 拉着他就去跑圈 跑完圈以后呢 回去他躺着立马就能睡着 一会儿 你们当时练的什么项目啊 宿舍 为什么练这个啊 小时候老师说过 中国的手快金牌 是在一九八四年 洛杉矶奥运会活的 设计项目 所以我从小 我就特别佩服那些 为国争光的冠军 我就觉得他们的人生 真的非常非常帅 你现在也挺帅的 我小时候就是一条咸鱼 没追求 没梦想 好像一直就是 考试学习 考试学习 我高中是我妈让我走的 大学专业也是她选的 好像 我一直在走她选好的梦 我一直没想好 以后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可是你不一样 你有追求 有梦想 而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喜欢的就要去做 想要的就争取 不管结果如何 都别怕 也别躲 毕竟 简言无所不能了 我偷偷地说了一句我想你 我偷偷地说了一句我想你 有一个无比绚热的事情 我把我的白日梦 送给你 我偷偷地说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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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e 偷地说了一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